瑞瑟湘瑞北国小透过学校教育基金推展学童们 适性且多元的学习发展成效灼然 不过这年度学校盘点发现经费不足 每天放学后的月光天使客户恐怕面临断吹 台北敦化狮子会获之后恶化不说伸出援手 今天下午专程到学校捐助爱心 弥补经费缺口 让全校师生感谢万分 捐赠仪式中不论弹奏吉他、爵士鼓、乐团演唱 还是传统歌谣队的表演 瑞瑞国小每一位学童快乐展现才艺学习活动的成果 让远从台北而来的试字会一行人看了十分感动 也给予最大鼓励 瑞瑞国小借由教育基金 长年来不仅是学校学习活动或者学童参加校外各项学习竞赛 更是课后月光天使课业辅导的推手动力 入境教育基金不足短缺 相关教育学习 尤其担心心之有年的月光天使客服恐怕面临断吹 台北敦化狮子会获之后恶化不说 立刻捐助爱心来协助学校教育的推动 希望能够帮助小朋友们 让他们在于成长的过程当中 学习的过程当中 在经费方面不用担心这个费用的问题 敦化狮子会在于文化教育方面 像我们每年都有固定的书法比赛 还有写生 那还有一些教育经费的赞助 像我们也都一直有持续来偏向花莲台东 承认教职工作四年多的台北敦化 试制会会长陈伟林也感同身受 因此与试制会成员 除了是鼓励瑞北国小的学童 也捐助爱心善款来弥补基金缺口 协助偏向孩童的教育 让学习不中断 爱心善举也令全校师生们感动 校方颁证感谢状的同时 学童也代表赠送纪念品 表达感谢场面问心 很谢谢台北敦化老师 指挥能够抑制这样的经费 给瑞北国小 那未来这个经费得来不易 所以它都必须要用在刀口上 这些钱会用在我们校内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竞赛 艺文竞赛 跟校外的参赛活动 比如说像我们英语竞赛 它并不是团队的 是教育处所办理的一些额外的比赛 都会用到这个经费 最后一个是我们晚上 其实孩子的夜光天使 它亦助的经费 其实我们想要再让孩子 过吃的比较一样 所以这个经费也会亦助到 这个经费上 每一个资源得来都补益 它是慢慢累积起来 也是别人的爱心一点一滴累积起来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孩子 一件事情就是 让他们能够心怀感恩的 才运用去使用这样的资源 他们未来呢 希望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 也能够回馈给社会跟部落 代表校方以及学生家长 颁证感谢状的校长福袋 也借此机会教育 勤勉学童 祈福感恩 以试之会为楷模 将来也能帮助弱势 回馈社会 记者是玉兰 我们最次采访报道